宋社官 这么快就见面了 是 好久不见 大人 霍元甲呢 我不知道 我们刚才逃跑的时候跑丢了 不知道他在哪 我相信你 大人果然英明啊 我袁浩就不是一个毁尸瓦的人 绑了 大人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大人 大人 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大人 大人 霍不在你手里 你又不知道霍元甲的下落 活着也没有什么价值 正好 本少官没见过天女散花 大人 什么是天女散花呀 就是烟花表演 等一会我用胖 把你炸飞到天上 等炮弹一爆炸 把你炸得血字糊辣的 肉沫像雨点一样落到地上 像不像天女散花 不像 不像 大人 饶命和大人 大人 咱们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什么误会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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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杀我 为什么不能杀你 我知道祸在哪 祸不是从你们手上 被东洋人抢走的吗 我其实是被霍元甲带走了 霍在霍元甲手里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 在他手上 霍元甲有空箱子 骗你和东洋人交战 霍催人之前 但我不愿意跟他们投流合污 这是跟草庭作对啊 那是要杀头的 这在道理想的还是懂的 元昊 你没义气 你就是个叛徒 都什么时候了 现在别说让我当叛徒 让我没有尊严都行 大人 你有什么想要知道的 我都告诉你 那个谁 你千万不能放了元昊 不能相信他的话 这个人 满口谎言 没一句真话 而且 他说祸元甲的事 完全是在污蔑祸元甲 你要是相信他的话 没准 你会没有命的 你刚才不是还说 想看天女散花吗 那就炸飞他 臭婆娘 大人 他说的不是 不是这样的大人 不是 我不相信他 是不是可以相信你 你来告诉我 霍元甲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也在找他 看来我们有相同的目标 你找他是为了杀他 我找他是为了救他 你告诉我霍元甲在哪儿 我帮你一起去救他 你要是不说 我就把你们俩一起炸上天 你放肆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俩是一伙的 把他给我绑了 你 大人 我俩真的 真的不是一伙的 我不管你是谁 我也不想知道你是谁 总之你们俩不说出 霍元甲的下落 谁也救不了你们 我来 来 你 你看 你 你 你 lactose 你 你 咱 好 你 我 现在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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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送他们去天女三皇 大人 饶命啊大人 大人 你不能杀他 杀他你会后悔的 好大的口气啊 不是我口气的 我告诉你 这件事你要是做了 就会诛变九族 凌迟暴施 死无当身之地 你敢咒我 我没咒你 我这是在帮你 我要是再晚一会儿的话 你就没那么幸运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谁啊 不能说 他不让我说 行 你不说是吧 你不说我现在就送你走 再也不说 咱俩都得死 你想想 你要是再不说的话 你就享受不了荣华富贵了 你也救不了活原甲了你 怕什么 我还不信 他真敢杀我 大姐 都已经把咱俩绑在这儿了 马上就要杀你了 你想想 你是刘大人的掌上明珠 你如果被他伤害了 你爹 会很难过的 对不对 搞不好 那整个天津都打乱了 那你也不能说 你要说的话 我从这儿出去后 绝对不放过你 大姐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让我说 不行不能说 就不能说 你要是说出去了 等我以后 绝不会饶了你 我要是不说出事情 今天你从这儿出不去 我肯定得说 你告诉我 他是什么人 我们家小姐不让我说 怎么了 难不成还是个格格 倒没有你说的那么大 但是呢 你也得对不起 不说是吧 我再问你一次 他是谁 小姐 我该怎么办呀 小姐 小姐 我说有小 下有老的 我死了 他们就没靠杀了 我要叛变了 小姐 我说 我说 她是天津不正私 刘汝基的女儿 你要杀了她 我告诉你 整个天津都要被 被放了 整个大清朝 就要天翻地铺了 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刘汝基 大人的千金 我不是 大小姐 我都替你叛变了 你还不承认 好吧 你要是识相的话 你现在就趁早放了我 要是让我爹 知道了这件事 他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以为我会相信 你俩的话吗 你以为我会上你们的当吗 我现在就把你俩杀了 好快去办正事 大人 你要三思啊 他可真是刘汝基大人的 第一 如果他是刘汝基 刘大人的女儿 他不可能出门 不在随处 第二 如果他是刘汝基大人的女儿 官府一定会通知我们 第三 刘大人的女儿 怎么会跟你这样的小混混 在一起 大人 你也太看不起我了 你打听我元昊 天津的火炎甲知道吗 那可是我 拜把的凶 死到临头 你终于肯说实话了 你现在带我去找他 我不杀你 好不好 我 你放开我 你以为你说的话 我会相信吗 就算你是刘汝基 刘大人的女儿 我现在把你杀了 扔到河里卫瑜 你爹一样不知道是我干的 我来的时候 我爹派来的那些士兵们 正在追 我相信 他们用不了多久 就会赶来这里 带我去找火炎甲 等找到他 自然知道你的身份 当然 我现在就带你去见火炎甲 千万别给我耍花呀 大人 我袁浩 是悄悄来到这个世上 一直为自己而活 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 你 人啊 应该为自己的利益活着 为了利益 兄弟 算什么呀 好 说得好 大人 其实咱俩是一类人 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为了自己 好 好的生活 可以牺牲一切 为了朝廷 付出自己的真心 我想跟着你干 你能不能带着我呀 真是一条好狗啊 我觉得 应该留你一条命 大人 我保证你 不会后悔的 我也让幻颜甲尝尝 被出卖的滋味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大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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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燕王庙大战 有几百个围着他 从上面冲过去都打不过他 你知道他们最后怎么了吗 全部都掉进深渊 全部都死了 就说最运的吧 码头之战 那个陈大 他独占天津 横行大国口 他手底下有几百个弟子吧 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吗 风雪之夜 码头大战 陈大围对付火源甲 连炸药都用上了 几声爆炸 结果 陈大死了 火源甲一点事没有 报纸可到了啊 你比我还庆祝 你在吓唬我 我没在吓唬你 我这是替你分忧 你说 就咱们这几个兄弟 不是火源甲的对手啊 我见过他 也不过如此 我可以证明 火源甲比他说得更厉害 你以为我会信你的话吗 快走 雷浩 你果然出卖火源甲 大小姐 我有那么傻吗 什么意思 我带他们走的是相反方向 我告诉你 我元昊 一万字叛变 都是为了保护火源甲 相反的方向 现在该想想 咱俩怎么能逃出去